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锦绣直成杭树叶 单心画出重楼台 漫空花雨逐天相 遍界湘云大势来 何处附身心脖子 芙蓉又见意之开 这是描写宝地杭树 在观经里面 观想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 就是从流离地开始观想成就的 那观流离地之前 有两个前方便 首先要做水观 透过我们熟悉的一个水 观想它非常的清澈 观想清澈之后就转为冰想 水变成冰 由这个冰就快接近流离地的那种样状了 就转流离地想 流离地内外印彻 这就表明极乐世界的地面的体性 是七宝的 而且内外明彻 无障无碍 就是流离的本质内涵 也是清净心的一种表达 那这个流离地 从地面庄严 到地下庄严 到虚空庄严 它是全方位的 从地下来看 地下又有金刚七宝金床 千座流离地 这个金床是八角的 八方八楞巨竹 一一方又有数百种珍宝合成 一一珍宝又有数千 放数千道光明 一一光明又有八万四千色 非常的赤身的光明 像百千亿的太阳的光一样 就在地下映着流离地 流离地本身也能放光 地下的七宝金床也在放光 这叫焦香灰印 那在流离地面上 地面上它也有黄金做道 地和道的结合 黄金为道 就像神啊 神子一样的贫值 但这里极乐世界 可不仅仅是流离地了 它只是选择一种来描述 实际上来说 它是种种珍宝 来做地 做道的 比如流离做地面 黄金做道 或者以黄金白银作为地面 以白宝作为它的道 或者是百千种宝作为地面 百千种宝作为道 所以这些它有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就像七宝树一样 所以它都是光光色色 不相杂乱 所以这个流离地上 就没有一点尘埃 绝尘埃就是自信清静心的外显 就在这个地面上 就可以做很快乐的修行 就宴坐金行 易快斋 宴坐就是在那打坐 非常的安坐 没有安然 没有一件闲事挂心头 那修行常常是 以金行的方式 饭食金行 这个流离地上又有种种花 二六十宗或者宝树上飘下的花 或者是他方世界的菩萨 天人来极乐世界 供佛的花 所以这个飘花成巨 飘的花就在地面上 形成一个图案 然后这个花非常柔软 它也是七宝的质地 种种颜色 种种的光彩 种种的香味 那这个柔软的脚 踩在花毯上 能陷下去四寸 你抬起脚来 贫富如出 就在这样的地面上 金行 那当然是一件 非常快乐的事情 那比夜魔天人 天天唱着快哉快哉 那又高出百千万亿的 那种快乐 再看地面上 有重重行数 这个杭树 每一棵都有八千尤寻 八千尤寻就是三十二里的高度 那这个杭树是阿弥陀佛的 无漏的光德 那种清净心 称性而出的 它不像我们这四间树 有一个从萌芽到生长 从小 从矮到高的生长过程 或者最终会死亡 极多世界的树 一起就有那么高 就称性而出 那这个杭树呢 充满世界 每棵树 或者一宝合成 或者二宝合成 或者七宝合成 或者无量 不可说的珍宝合成 也做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而且这个树 具有极高的审美的价值 这个无量寿金就有几句话 杭杭相直 金金相望 支支相准 叶叶相相 花花相顺 时时相当 导树是无量多 但是从哪个方位看过去 都是整齐的 一条线的 这叫杭杭相直 不是杂乱无章的 那金金相望 金就是它的树干 每棵树和每棵树的树干之间 是相望 很有亲和力 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支支相准 就是每棵树的树枝 就枝条啊 是平均一样长的 叶叶相像 叶子和叶子之间 它也是相像的 就是正面对着顿正面 就好像一个人 脸对着脸 如果不相像是背 背着背 这就不相像 脸对着脸就相像 花一花之间 是非常随胜的 相顺 果实和果实之间 长得恰到好处 在花里面显现那个果实 而且大小一样 你看这些 它都具有极高的 审美的原型在里面 就是从十项清净心里面 属呈现的宝树 它自然就有极高的审美 七宝树的花叶 它有它的金 有它的脉 金脉都有种种珍宝核存 放出种种不同的光 光色 光色之间又有很 很和谐的一种配合 比如琉璃光中出 琉璃色中出金色光 玻璃色中出红色光 冷色调出暖色调的光 暖颜色出冷色调的光 它一定是阴阳平衡的 由于有种种的珍宝 就有种种的光色 这些辗转 建杂 来辉印 不杂乱 所以这个叶子的金脉 都像天然的绘画 所以这些杭树的排列 那种极高的审美 就好像用五色的柴景 支撑来的一样的图案一样 这叫锦绣 一般谈锦绣都是非常美的一种图案 那这个锦就是那个丝啊 丝制品 一般都是用五色的锦来绣图案 那极乐世界的地面 有种种的楼台宫格 观金讲 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 一一界就是 极乐世界的地面很广大呀 广大无边际呀 那对于整体的描述很难描述 所以分一个板块 它一个板块的这个界上 就有五百亿这样的七宝的楼阁 那楼阁里面 有无量的竹天 在那里奏着美妙的天乐 在楼阁的两边 又悬出着很多的乐器 虚空悬着乐器 那这个风一吹来 自然奏响美妙的音乐 那这个乐不仅是 审美的音乐 而且它是讲经说法的音声 有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宫殿楼阁 也有一些往生者 踏去的都有自己的楼阁 这是多么尊严的一件事情 我们到极东世界去 不会有住房的压力啊 念头一动就有住的地方 而且不是现在钢筋水泥的房子啊 那是七宝的房子啊 楼阁或者一宝合成 或者二宝合成 乃是无量珍宝合成的 那这个地面的楼阁 它有种种建筑的形态 有楼 有阁 有亭 有台 有担持 还有这个连接的种种的道 就是它的囊 这些建筑形态 也是由心回转 这些种种的建筑 都是以奇妙的珍宝来装严的 所以就好像一个画工 画出来一样 这叫单亲画出重楼台 画师画出来一样 再来看 极东世界的虚空装严 它有种种宝网 同时满天都有花雨 这个花飘下来就像下雨一样的 这些花怎么来的呢 有两个来源 第一是极东世界的七宝树 它有树叶 风吹过的 吹下的那个树叶 这个花已缤纷 再就是 他方世界的足天 来散的花 无量寸经堂 讲一切足天 皆祭天上百千花香 共同来供养阿弥陀佛 以及净土的足菩萨声闻之众 这些足天拿着天上的百千种 那个天花 像曼陀罗花 摩赫曼陀罗花等等花 还有种种香 来极东世界供养佛 那有人问极东世界不是 石宝庄严土吗 足天还是凡夫 它怎么能去呢 这有两种原因 第一是阿弥陀佛的 本愿力的加持 第二就是这些天人 多生多劫 有供养足佛的 善根的相续 就会出现 这些足天到极乐世界 与种种花 种种衣 种种香的情形 那每天都是 缤纷溢役彩啊 这就是 漫天花于 足天下 遍界相云大势来 遍界就是 遍法界有 无量无边的 刹土 有 无量无数的 大菩萨 那至少是破无名以上的 他就要大势 那这些菩萨从十方的岔土 都来到极乐世界 来供养阿弥陀佛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得阿弥陀佛的 受祭 这也是十方的祖佛在自己的岔土 称阳赞叹 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引发的这些菩萨大势 要分分前来极乐世界的 一种盛况 他们来 就要做供养 种种花 种种香 种种衣 种种音乐 那就像香云盖 云集啊 这叫遍界 香云大势来 可见极乐世界 是向 全法界开放 也是法界之首都 来供养的人 异常之多 乐意不绝 前面一匹走了 后面一匹跟着来 再后面一匹 站在等着呢 就这样的情形 好 何处复生心 佛子 夫容又见一只看 就极乐世界呢 是一个 奇妙的 道场 具有极强的 慈悲的色素力 就引领 十方九法界众生 都 向往极乐世界 如百川之水 奔向大海一样 所以 而复生 复然 生出新的佛子 如来 坐下又天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这些 这些人 就是新佛子 何处 就不一定是指哪个地方 它是 面对十方无量的岔土 面对九法界众生 来 失授的 所以何处 包含着 娑婆世界 也包含 他方无量的 佛国 所以何处 复生心生 指 新佛子 芙蓉又见一只看 芙蓉就是莲花的 另外一个指称 就在 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面 又开了一朵莲花了 那个新佛子 就从莲花里面 诞生出来了 所以它诞生的 的方式 都是奇特的 叫 莲花化身 所以这个 莲花 就是安利十方 往生者的 神识 之属 就托质之处 是转翻 往生者 转翻成圣的 微妙的光电 比如我们的样子 往生 当然不是这个 捏爆生往生 是神识往生 神识往生 在这个莲花里面 按我们的那种 自身的业力 这个样子都是很丑陋的 四大的 血肉之躯 但是你到 你只要进了那朵 莲花 你一旦出来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不是你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了 整个的 转翻成圣 脱胎换骨 就是佛的样子了 具有着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性好 子摩真金 子摩真金色 金刚拿落延伸 所以 这一朵莲花开放 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那是一尊佛 出来 极乐世界的往生 就是这样的一种 圣庙 所以希望我们 好好念佛 也在西方极乐世界 占着那一朵莲花吧 好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